年輕女員工過勞自殺,和民燈黑色企業首位 日本出名代客之道已出班 以為店員有良好工作環境和待遇作為優質服務的動力 這樣就錯了 其實不少打工仔被嚴重剝削更慘過香港 一個由日本法律和傳媒人士組成的民間組織 就第二年舉辦黑色企業大獎 諷刺黑心僱主同幫打工仔出氣 有接近3萬人在網上投票 入選的不少都是香港人熟悉的企業 業務片球本港的日本跨國連鎖居酒屋集團和民 就連續第二年為居榜首 話說08年一名加入和民只有2個月的26歲女員工自殺 後來揭發她在死前的一個月 平均每日加班7個鐘 由下午3點做到凌晨3點才下班 今夜已經沒有車搭了 唯有在店鋪打地鋪 最慘是一星期翻足7天沒有家房 上班之前還被安排去進修 當局裁定她是工作過路自殺 去年2月確定她可以得到工商賠償 但和民就拒絕承擔責任 創辦人還不肯見死者家屬和道歉 其餘7間獲提名的黑色企業 擁有多個人氣品牌的這間鋪鎖店 2009年有個剛升做分店店長的年輕女 不堪工作壓力自殺 她死前的一個月不單加班加到傻 還因為跑不到數 要自己拿4000港元出來買貨填數 而香港人的數貨勝地TOKYO HANDS雜貨店 同樣有迫白員工神戶一個30歲的銷售隊長 在情人節旺季前一腳踢 每個月加班最少90小時 她回家和家人說很累已經到了極限 同一晚她就在睡夢中撤死 最終當局判店方要賠償625萬港元 其實日本工人習慣盡忠職守 但很多都太薄 每個月加班過百小時 去年就有475人因為工作壓力太大 患上精神病 有93人更加自殺死 近這幾十年 不少日本工人因為過度工作而受壓 導致高血壓而引發腦血管或心血疾病 搞到撤死